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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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黑台 你這麼狠毒的 用心機的 千萬百計想害的 剪頭髮破分 綁票 什麼都敢做 那不是因為你 我要他離開你 這是我精心設計的 然後叫我 我去報警等一下很炸 你一張的精神證書 就把自己騙走了 這厲害 你以為你老婆把你藏起來 我就找不到你了 找不到你 夠美 喂 這臭女人 你出來幹嘛 這位 不要再破壞我家庭好嗎 破壞 老婆是嗎 親胖光我們好嗎 不可能 你這種條件的女人 你憑什麼跟我搶男人 她是我老公 那要怎樣 你條件那麼差 你配得上他嗎 你上次被剝分 不夠刺激嗎 還是你覺得頭髮長呢 你幹嘛 你不要碰我 臭屎 我們錢這樣都快被你嚇死了 這臭我都過不去了 你跟這種臭女人 你可以在一起啊 全身上都臭得跟什麼一樣 她全身上都很臭啊 她的臭還不是因為你脫的糞 這個臭都是你造成的啊 我不脫糞她還是很臭啊 沒有 她內心很善良 善良個屁 求求你不要再很疼 讓我們只要好看 那算我求你好嗎 求你 你以前不是這樣子的啊 求你你開一看好嗎 往後浪給我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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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不可能 只要你走 天下就是太平的啊 她就是我的啊 好 求求你 放開我 求求你不要再殺害我們家庭好嗎 你滾 你之前都我那麼愛戀 你不要要你的三口碰我 你不要再殺害我們家好不好 不可能 我就是要你離開她 是否讓老公出去都不是信 你錢以負 做錯就要負責啊 你到 威琪你要多少 我不要錢 你要多少 你要房子撐死我都給你 我不是愛她的人 不可能 除了老公 我要我不敢給你 那我們就同歸於盡 那我們就同歸於盡 就這麼簡單 你看你是讓你走 你瘋了嗎 還是讓我們兩個幸福快樂 不可能 你憑什麼說我瘋 不可能 你憑什麼說我瘋啊 不可能 我不可能跟他離婚的 好啊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東西我都可以給你 那我就告他強姦 我要你們兩個三敗名列 強姦要有證據耶 你有證據嗎 你有證據嗎 你跟我走 不可能 你跟我走 不可能 放開手 放開手 我不可能跟你走 不可能 你是我的 你當初怎麼跟我走 我是有太太的人 你知道你老公 太天在床上 抱著我的時候 跟我說的那些話 他說我的皮膚有多好 我的身材有多好 我們兩個做的那件事情 是最好的 你知道你行嗎 這件事情你可以嗎 能換女孩常見的事情 我這件事 我已經原諒我老公 請你不要燒我們家好嗎 要我們家好嗎 要我們家好嗎 家好嗎 他可以 他可以 他可以是我的 你跟他說 你跟他分開 你跟他分開 他好嗎 他好嗎 不要放他 這是你老公 這是我的 走開 你放手 你放開 你放開 你放手 你放手 好 不要這樣爭吵 夢玲 她現在無法接受任何 就是一定要老婆離開 先生跟她在一起 好 聽說能夠來幫我們 做這個理解的部分裡面 就是夢玲的媽媽 今天也來到現場 我們來聽聽她的媽媽 又怎麼說呢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夢玲媽媽 來 來 夢玲媽媽 你是小玲的經理嗎 是啊 你在胡說些什麼 你不是說年女就要結婚了嗎 怎麼會冒出一個太太來 怎麼回事你跟我講 你本來就是有太太 怎麼樣你問你女兒 你女兒 女兒說你們年底要結婚啊 你跟媽講怎麼回事 人家這樣當眾羞辱你 你不是跟媽說 年底要跟經理結婚了嗎 對啊 她要跟我說她要跟她老婆離婚啊 她要跟我結婚啊 你沒有跟媽說她有老婆過 你從來沒有跟媽說過她有老婆過 你不要她離開她老婆 我打死你 我們走 妳好意思在這邊這樣子嗎 丟人現眼 放開 我們走 不要 不要 妳看你女兒管教一下好不好 妳不要講我女兒 我女兒現在很好 不要這樣子喔 走上去看醫生好不好 不要這樣子講的 她一直在找我們家妳知道嗎 女兒 不要拉 放開手 不要拉 不要這樣 放開手 女兒妳幹什麼妳 妳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妳瘋了妳 這個男人根本都不愛妳 妳幹什麼妳 我們走了女兒 放開 妳不要拉她 妳不要走 我要跟她一起走 不要這樣 我打不起妳 不要她跟我一起走 妳不是這樣子的孩子 媽媽不要打 好不好 妳現在看到這個情節 妳當然不能接受 因為她跟你講說 她交男朋友 可是那個男朋友是沒有老婆的 就對了 現在看到有老婆了 所以妳覺得她應該要回家就對了 不應該這樣相處下去 孟靈以前有沒有 妳沒交過其他的男朋友有沒有 我孟靈一向都很乖巧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是 認識系裡面一個男孩子 叫徐憶華的 兩個人相處了很久 兩年多 那男孩也來過家裡 是 我們夫妻兩個都滿喜歡她的 也很有禮貌 後來本來決定大學畢業以後結婚的 後來 大學畢業以後又不知道怎麼回生 男孩子就不見了 後來我們到處找了好也找不到 後來輾轉得知 她到美國去了 後來那陣時間 孟靈真的很消沉 所以她有談過一段比較辛苦的一段感情 對 但這一段我們是慢慢的讓她平復了 可是第二段 我實在不願意講這個男孩子的名字 這一段 然後再認識一個男孩子 不小心懷了孕 她不願意娶她還逼著她墮胎 然後還把她所有的積蓄都騙光了 那時候我孟靈鬧過自殺 然後也看過心理醫生 一直調養了好久 一年都為大家去國外走了一趟回來 後來大概前兩年回來 精神狀態好多了 所以她有神經病 妳不要這樣講 妳不要這樣講 妳不要這樣講我女兒 妳不要這樣講 等一下去看醫生好不好 不要這個樣子 不要這樣 所以騙她的 就是要尖妳的頭髮 女兒不要這樣 所以騙她的 騙她的是以前的 妳沒有這個講這種話 妳明明有老婆 妳為什麼要再忍律書 妳不要這個樣子 現在妳告一我 騙她的不是我是以前的人 怎麼不是妳 妳不要怪到別人 妳沒有錯嗎 妳自己本身有老婆 妳為什麼要中她 她創傷是以前造成的 妳不要講 不要怪到以前好不好 創傷 妳現在沒有傷到我嗎 妳本身就不應該碰我女兒的 對不對 所以讓妳兒去看病好不好 妳不要講這話 妳要管管妳老公的 妳吃藥好了 明明知道她明明有老婆 為什麼要動我女兒 不愛她就不要 不愛她就不要動她 對 當然 妳不要 妳瘋了 妳毀人家幹什麼妳 好 媽媽說得好 來 難道妳沒有責任嗎 當然有啊 可是妳人擦害到我們家家庭了 她已經被我當作為女兒 她不是要是她的 她不是要傷害到我的耶 她莫名其妙去傷害你們家庭幹什麼 所以妳秘書做了那麼久了 幫助妳幫了那麼多 對 妳現在當著這麼多人侮辱她 她能力沒有問題 她精神狀態有問題 她是以前算會有創傷 妳知道我扯些什麼 創傷是創傷態 我不給她治療過 她想報復啊 她報復什麼 還有什麼好報復 我就要報了 是 風風電電的精神變態 妳又怎麼樣 妳人不要這樣 我們不要這樣子 媽 妳不要這樣子 媽 妳求她 妳求她 我求她幹什麼 我真的打不行妳 我打不行妳嗎 我打不行妳嗎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我真的打不行她 她現在運動 多少人在看她 多少人在看 我們多丟臉 我不管誰在看 妳今天就是要她 妳去叫她老婆 妳叫媽媽 請妳帶妳的去看醫生好不好 不要講 妳不要講我女兒 好 不要再刺激她了 不要再刺激她了 妳條件那麼好 長得那麼好對不對 她條件也不差 她條件也不差 我跟她很配 妳看 我跟她 妳不要碰她 走開 妳不要碰她 她是我的老公 我跟她比較配 好不好 妳根本不配跟她走在一起 我覺得不要這個樣子 我們不要在那邊丟臉好不好 聽媽的話好不好 我講她 媽 媽 妳聽我講 不要這樣 妳從來沒有對媽這麼大聲 我不要妳很乖巧的 妳幫我跟她說 我不要說 我媽也不要這樣 妳要不要跟她 分開 不要這樣 不要這個樣子 妳不要 妳幫我跟她講 妳就是這樣 不要這樣 人家根本不愛妳 夢玲來 夢玲 怎麼在 夢玲來 妳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她有點不太能控制的 為什麼沒有理由 醫生有沒有說 她不能受刺激 醫生從來沒有說過 我女兒有什麼精神病 都沒有過 只是因為她曾經自殺過 是 心理上有創傷 對 心理上有創傷 都創傷非常的大 對 所以精神上肯定有受到創傷了 沒有錯 但是整個事件來講的話 當然剛剛媽媽也講了 她還有情侶任的男朋友 對不對 沒錯 她因為那個男朋友因為分手 又不愛她 最後也懷孕了 我還拿去做 那是第二任 第一任是莫名其妙怎麼走 到現在我不知道原因 女兒也不跟我講 是 那妳覺得誰傷得最重 應該是第一任 初戀情人 就是那一個初戀那一個 不告而別 我每一次都給她了 真的就不告而別 大學畢業就不告 兩人相交 還記得她叫什麼名字嗎 她叫徐一華 我都忘了很乖的孩子 好 徐一華 為什麼當時徐一華 是我們夢玲的第一任男朋友 他們本來已經要論婚嫁了 為什麼到最後要離開她呢 我們製作單位有去找到這一個 徐一華 她也要 她也要告訴我們到底為什麼 來 一起來歡迎徐一華 來 一華有來 一華 怎麼回事 你怎麼回事 為什麼兩三年都不見 你怎麼回事 好 媽媽 你怎麼突然跑走 也不跟趙媽講一聲 好 你看你把小鈴害得成什麼樣子 你看 我今天還在這邊就要澄清了 好不好 聽我講 你來幹嘛 好不好 什麼叫我來幹嘛 好 一切都是你的問題 什麼叫我來幹什麼 徐一華 你跟夢玲是 你跟她在一起多久 我從來沒有跟她在一起過 你還說你沒跟我在一起 從來沒有在一起過好不好 她不是說 我第一次是給你耶 她說初夜不是給你嗎 我第一次是給你耶 你忘了那天在汽車旅館的事情嗎 我們根本沒有在一起過 OK 我們從來沒有在一起過 你忘了那天在汽車旅館 我第一次就是給了你 你現在敢跟我不承認 你在說什麼 我連手都沒牽過 什麼叫在一起 天啊 手沒有牽過 你今天在講 你剛剛提到那件事 我還想要跟你算贊 什麼叫做你第一次給我 我第一次買就是給你啊 根本是你陷害我 誰陷害你 好 說清楚了 講清楚 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現在的老婆 我們三個在大學的時候 是好同學 好朋友 小玲她跟我表白過 可是我沒有接受她 我選擇我老婆當我女朋友 可是她因為她對我很好 所以我也不會說 因為我一直當她真的是 知心的好友 什麼事情都會跟她講 那這一切的 因為事情就發生在有一次 是她找我去他們家吃飯 為什麼 因為她說她媽媽 她要交男朋友 那叫我去 對 沖她跟男朋友 OK 那我就去 那去了之後 完蛋了 隔天 過沒幾天之後 學校開始傳說 我是個花心大老婆 腳踏兩條船 講了我亂七八糟 害我女朋友跟我吵了 你的意思就是 孟靈講的小玲講的就對了 他去學校講 我那時候還不確定 是不是他講的 就是有一個這樣傳言出現 是 就說我腳踏兩條船 那 也跟你 其實女朋友也跟她在一起就對了 變成這兩個人 你是腳踏兩條船 你是踩了這兩個人就對了 對 他們這樣子講 那我女朋友當時候跟我吵架吵得很兇 幾乎快分手 是 那我那時候很傷心 那我根本不知道 當時是什麼情況 那我也只有跟小玲講 是我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 結果她我們那天就 她說好 那我們去逛街 明明就是你約我 你跟她吵架你心情不好 你約我出去你還敢說沒有 小玲 因為我把你當作朋友 知識朋友嗎 知識朋友 你跟我說他對你有多差 常常發你脾氣 那是因為我們在吵架 因為發生這樣的事情 吵架那你可以跟別人說 你為什麼要跟我說 還不都是因為你 難道你對我沒有喜歡嗎 沒有 那你以為我跟你吃飯看你 你是做什麼 因為我把你當我知心的朋友 我什麼時候跟你講 只是知心的朋友嗎 就是這樣子而已 夢玲你剛剛說 汽車旅館四個字 你們有在汽車旅館發生關係嗎 有嗎 有嗎 有 我的第一次 就是那時候給他的 我第一次給他 有沒有 算是有 你敢說沒有 因為 因為這一切都是 你不是連手都沒牽到嗎 你說手都沒牽到 你這樣亂講什麼 沒有沒有 因為那一天我們去看完店之後 晚上他說 因為我心情不好 他想要陪我喝幾杯 那平常來講 那一天特別奇怪 我喝了一杯 完全就 為什麼 我不知道 隔天起來的時候 我在汽車旅館 他躺在我隔壁 我那時候整個傻掉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可是後來我發現他皮包裡面 居然有安眠藥 快樂嗎 我根本不知道 可是 你如果吃了安眠藥 你應該不能行房 你有行房嗎 我根本不知道啊 所以我說 你不能確定有沒有 因為他全身全裸 我也實在還沒有穿衣服 那他這樣子 身長很好喔 那他居然跟我講 那一定是你的嘛 那一切都是你在陷害我的啊 那這件事情我也跟我女朋友講過了 你跟女朋友講的怎麼樣 他跟我說 因為後來我們想一想之後 覺得說這一切根本就是 他 就他做了就對了 對啊 一切的一切什麼謠言 都是你在做的啊 孟靈醫師你下的藥嗎 是嗎 你有下藥嗎 是啊 怎麼這樣呢 那就對啦 那一切就是很厲害的啊 就是要第一次給你 怎麼樣 我就是要你跟我在一起 他有什麼好 什麼叫他有什麼好 我已經選擇了他 小姐 你不要這樣 我已經選擇了他 你自己跟我說你跟他感情不是很好 你不要因為你得不到 不要因為你得不到 而這樣印強 這樣沒有用的 我沒有印強啊 你知道我因為你的 好 最後呢 最後來 你來講最後來 最後呢 你跟他後來呢 後來就為什麼 因為媽媽剛剛講說 你最後就不告而別 就走了 就沒有看到你這個人 因為他 他的所做的一切讓我發現 我覺得這個女生真的很恐怖 是 但是好像心理上有病的一樣 所以我就趕快 大學畢後趕快辦 初愛留學 是 所以我跟我女朋友兩個 那你今天出來證明什麼呢 我今天想要告訴他說 你所說的一切都是假的 你請你不要這樣毀謹我了 不毀謹我 如果他這樣我會告你的 你告啊 我不怕你告啊 就是這樣子 就解釋了 你不要再拉我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去哪裡 你不要糾纏我了 不要這樣子 不要弄耶 不要這樣子 不要回來 他已經是了是不是 過去的時候 你不要她幹嘛 女兒你 女兒不要這樣 不要回來 我們沒有話可以說 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 女兒不要這樣子 我們走了 不要這樣 人家根本都不愛你 你怎麼會做這種事 初戀情人的突然出現 不但重新喚起夢靈的傷痛 更為她多年前編織的謊言 全部拆穿 這一切讓夢靈既懊惱又不甘心 已經分不清什麼是愛 什麼是恨 表現出來的全都是我得不到的 別人也別想要 這真的是愛嗎 情緒已經完全失控的夢靈 在主持人及母親的勸違下 能夠暫時的得到撫平嗎 來 跟媽媽 來 跟媽媽在旁邊休息一下 來 給她喝點水 來 我只是想要愛她嗎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人家不愛你 傻孩子人家不愛你 媽媽 不要再去 你不要再刺激她 我們就讓她休息一下 不要再跟她講 媽媽帶你 好 我們過去找她 你不要這樣 你安靜 你安靜 媽媽帶你去找她們 你安靜 媽媽帶你去 好 媽媽媽 你安靜 好 讓她休息一下 讓她坐 來 媽媽 這個椅子讓她坐一下 女人去 媽媽帶你去找 好 你喝水 乖 乖 你喝水 媽媽帶你不要這樣 坐坐坐 好 你喝水 你喝水 乖 乖孩子 你喝水 媽媽帶你找 不要找 好 你休息一下 沒有 當然沒有 對 好 你要她 你先喝水 你休息一下 對 你休息一下 你休息一下 孩子 你不要這麼傻 你要長得那麼漂亮 對不對 工作能力那麼強 外語那麼好 那個男人有什麼好 我先給她喝點水 對 你喝水 人家一點都不喜歡你 我們不要嘛 對不對 你可以找她更好的 好不好 聽媽媽的話 我只是想要一個真愛 你只是為了我的真愛 她不愛你 她愛你的話 不會再這麼多人 她不愛我 她當初就不應該跟我說 她愛我 然後騙我上床 知道要跟我說了沒有 這回事 媽媽 妳幫我拿槍毀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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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靈失控的情緒 是否能平靜下來呢 看著冠名與景儀 親密的舉動 會不會引起夢靈 再一次的失控呢 你有怨恨假不明白嗎 你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 情侶 夫妻 婆媳 還是老闆 員工 任何存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 吵不通壞 看是要再續前緣 年歸於好還是分道揚標 說聲拜拜 報名專線請播 0277063888